中共全国政协10号闭幕会 仅仅半小时就完场 期间中共党会习近平没有翻阅报告 也没有与任何人交谈 今年中共两会从3月4号到11号全部结束 是正常时期会期最短的两会 不见猪王傲农生物进入重整程序 面临破产风险 2023年猪价没有按照正常预期回调 直到上个月仍然没有见到 周期反转信号 猪周期被打破 中国猪器已经全面亏损 未来要走出困境 仍面临诸多困难 近日 关于农夫山泉的世界愈演愈烈 网传江苏藏州的7-11便利商店 停售农夫山泉产品引发热议 年日来遭到众多中国小粉红攻击的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 从2022年12月底开始 已经陆续卸任12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有评论认为 农夫山泉事件是中国又重新走回文革的标志性事件 西唐人 雅力电视 真理报导